3月9号是中国和西班牙建交50周年纪念日 两列以中西建交纪念号特别命名的 一星欧中欧班列满载两国的特色产品 分别从马德里和义乌发车 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马德里发挥的报道 这里是西班牙首都马德里 在我身后的就是这次一星欧中西建交纪念号的中欧班列 可以看到此次班列的集装箱上是特别印上了骆驼的图案 这意味着被比喻成钢铁骆驼的中欧班列 即将再一次将西班牙的特色商品运送到中国的消费市场 在本次义乌开往马德里的班列上 装载了110标箱的中国特色商品 而在马德里开往义乌的班列上 装载着70个标箱的西班牙特色产品 包括红酒 橄榄油 气泡水 葵花籽油等 一星欧中欧班列从2014年开始运行 不仅助力中国和西班牙物流通道的畅通 更推动着两国向更多领域的互联互通迈进 一星欧中欧班列线路 全程13052公里 贯穿丝绸之路经济带 连接世界超市义乌和欧洲最大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 是目前世界上里程最长 途经国家最多的班列线